2017年12月30日 政治辞旧迎新之际 第三届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 五番棋决赛 在江苏历史文化名称如高市拉开序幕 争冠的两位棋手是韩国围棋第一人 24岁的朴廷环九段 和韩国功夫棋大师32岁的朴永勋九段 如高地处胡荡众多的长江三角洲 南伊长江东望黄海 如高以其淳朴的民风 独特的人文景观文明于顺 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在这里举办 有个特殊的意义 赞助这个比赛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的 什么什么深的这种理由或者原因 其实就是当时跟这个棋拳里面的一些人交流了以后 感觉挺好 我觉得对中国围棋事业呢 也会有一些帮助 也让那个棋迷呢 能够多一项这个关注的比赛 让棋手有一个下棋 更多的下棋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开心身处盛世 然后一起作为其中的一个天砖加瓦的人嘛 出于对2018年首个围棋世界冠军的期待 棋界上下都在关注着即将到来的 惊心动魄的五番棋决战 然而比赛的进程却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决赛前两局 尽管朴永俊表现的逆程蛮强 正在从棋局内部来看 却被朴婷环完全压制 后者取得两局完胜 1月2日决赛第三局开战 布局阶段双方落字如飞 招法和阿发购如出一车 直白的朴婷环先捞后洗 四脚穿心之后 又在黑气大空中投下起兵 小朴似乎对赤姑充满信心 直黑的朴永俊局面一度紧张 对大陆的白气缺乏两侧 全局大朴似乎不在状态 再次中盘落败 最终朴婷环以3比0的比分 干净利落地战胜朴永俊 获得本届五百合杯冠军 同时也获得个人第三桌 世界冠军奖杯 虽然说从13年到17年 今年是18年的开头 人家已经拿了一个冠军了 13年到17年 在产生的21个世界冠军里面 中国拿了18个 非常的应该说是 很内人振奋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但是毕竟他们的会时 也是对我们中国起手 敲响的一个紧张 我想我们还要努力 孟百合杯二票的冠军之政 虽落下了一幕 但抛却国籍而言 与赛代表奇迷思考的 不仅是胜负时 无见坚强的锤炼 还有大骑士 对经济世界的那份 痴迷和坚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文凭论道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 是第三届 M.Lily 孟百合杯 世界维系公开赛 决赛五番棋的第二局 对阵的双方都是两位韩国选手 一位是朴永迅 还有一位是第一人朴婷环 周老师 我们讲一排韩国的内战 我们也看看二嫖相遇 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况 好 那我们下面就来进入棋局吧 这盘棋是由朴婷环 纸黑线形的 下了这个 应该说刚开始 布局还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布局 对 下了一个迷你中国流 算是 现在都是挪过来一路 对对对 以前最早的时候都是下在这里 但是现在经过这个改良之后呢 都是退回来一路 走在这边是更注重一下这边的配置 然后另外一个是觉得 这边的打路不是那么严厉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棋手研究的一个结晶吧 一般就下成这个局面之后 白皙接下来是不是会分头或者是这一代 对 这样会比较多一些 比较多 这招是最常见的 当然是挂脚也有 总之是往这边下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走这大 我猜测这个朴婷环大概会走在这里 然后 然后拆二吗 对 大致上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比较流行的开局 尤其这个子在这里之后呢 这部飞压是对白棋这两个子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这样呢就是说比较能想到的事 白棋飞一个 比如说这样 飞的话它大概会挡住 压一下就行 乱下长一个 挡住 然后挡住是吧 这个因为在这 在这儿呢本来有冲断 在这儿它就没有冲断了 这个白棋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比较常见的是爬这个 然后这个下法 我想很多汽油应该是见过这个下法 震一下是吧 这个有压一个走 这个是非常多的一个实战 这么下 然后它就顶了扳下来 对 我记得好像有一阵特别流行 对 但是现在有下的慢慢少起来了 可能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变化 都已经走近了 是 这个下法据我的了解 曾经有一段这个韩国的金智希 是非常喜欢下这个黑棋 然后这个朴丁环呢 也应该说是对这个布局呢 应该说也是下的比较多的 所以今天这盘棋呢 它这个应该是 也是这样的 它一个它的常用的布局 它可能是比较熟练 下的多了之后呢 就对之后的一些下法 它肯定因为下多了嘛 所以之后的下法 它会比较熟细一些 是 这样呢 它会得心硬手一点 对 下起来 一般在这个世界大赛的决赛呢 应该说 尤其拿黑棋的这一方的棋手呢 还是非常喜欢下自己 比较熟细的布局 这样呢 它可以把时间呢 因为这个比赛的用时呢 虽然是慢棋比赛啊 但是它还是希望把这个时间 利用到后面去 所以开局的时候 尽量下的就是 自己熟悉的布局 少想一点 把这个时间 用在关键的地方 对 所以这盘棋呢 这个 朴永逊呢 应该说也是九金沙场 对 他呢 这盘棋 他率先求变 下一步还是非常少见的 一个下法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都想着 他是不是 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我就觉得 往这挂 按照棋里来说 我们普通来说 这人家都已经等着你一个子了 你在往间隔这么窄的地方 下子 好像一般来说 是说不过去的 对 因为这种棋型 比较容易想到是 白棋低挂过来 黑棋二年低加 是的 这个下法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现在我们是说 黑棋先走这儿 然后白棋再挂进来 这样呢 这样呢 就会让 这个一看呢 是觉得有点 有点奇怪 对 不过我是不太赞成 这个下法 当然我也是 只看了之后的 下行习的方法 但是我还是 无法理解它 为什么要往这儿走一个 我觉得 普通来说 从布局来说 从宽广的地方下子 对于我们广大的 业余奇迷 爱好者来说 还是一个 经久不变的一个真理 我觉得大家还是 不要随意模仿这种招 它这个挂脚呢 也是有一定的 它的一些想法 和后续手段 这个挂脚呢 我们看 黑棋最常见的是 尖这个 这个我想很多棋友 应该是学棋的时候 都是都会 尖顶是吧 对付这个低挂的时候 是这样 这样如果白棋长的话 这个黑棋呢 再飞起来 这样白棋呢 明显是比较重 对 不太好下 明显是受工的局面 如果像这样呢 应该白棋的这个 布局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对 应该是 朴永迅呢 应该是准备 我觉得啊 他大概是准备走这里 飞压一下 飞压 那如果说黑棋爬 爬的话呢 白棋满意 长 那很高兴 对 因为这个棋型呢 你现在是扳不断我的 扳的话我这一断 你明显是属于裂型 这样呢 这个你如果继续往这跳转 那白的在打这个定时 那这个黑棋呢 就是明显是有点缓的 这个下法 这个下法 肯定是白棋满意 白棋就算虎一个吧 这个白棋满意的 当然呢 黑棋呢 应该是不准备爬了 这个地方 肯定是要反击 因为黑棋子力比较多 扳呢 现在是肯定扳不掉的 会断 所以这个棋会团的比较多 基本上会团 那它现在会 如果你挡上的话 这个黑棋断上来 这个白棋无理 我觉得有点过分了 我想下 因为这个定时 我想很多棋 我是见过的 这有冲断的 现在我等于还多了一个子 虽然这个是一个三角 但是 但是 不管怎么说 还是多了一个子 应该说白棋还是比较无理 如果这么下的话 白棋应该是会显得退 黑棋冲 然后白棋 白棋挡下去吧 这个下法是比较多的 这样呢 就是它马上有一班 假如说不硬的话 白棋马上就挡 对 因为这个班 还是有线手围 这一班 这个黑棋受不了 所以黑棋应该是会长一个吧 当然也有班 这个班的白的跟着班 这个因为这有一班 这一桶 它还是得粘回去 所以说大概还是单长 这样 白棋是这样 这么下的话 它大概是转身了 这应该是我猜想 应该是这个朴永迅 他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构想 他想下成这个样 他想下成这样 这个好像都是破坏了 就是如果分头的话 那黑棋形成那一系列的套路 对 这个好坏呢 咱们先不说 但是如果下成这样 至少把这个朴永迅环的 它的布局的构思给打破了 对 尤其这个拿白棋的一方 能这个比较 这么也算快速的下吧 对 就把局面打散 对 也比较符合这个朴永迅的气风 对 朴永迅好像一般的布局 我觉得他的主要目标 就是把局面打散 然后可以进入那种 要靠后半盘的收数 慢慢下的那种局面 他特别擅长 对 这个对他有利 因为朴永迅呢 这两位棋手呢 这个都是韩国的现在 就是朴廷环呢 应该是韩国的第一人 对 是的 朴永迅呢 朴永迅呢 应该也是在韩国前六名之列 应该说他们俩呢 是对双方呢 都是知己知彼的 对 朴永迅呢 他的气风是比较有鲜明特点 朴永迅是他是官子特别好 是 他是 至少 现在还不好说 但曾经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官子第一人 因为以前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李昌浩的官子好 对 但是后来朴永迅出来之后呢 就是韩国旗舰公认呢 就是说朴永迅的官子 比李昌浩的官子还好 就是这样 这样大家是对这个朴永迅的认识呢 是就是一直以来 就是觉得他的官子非常强 没错 是这样 相对来说呢 朴永迅呢 应该是更全面一些 对 是的 当然呢 朴永迅呢 也是对他比较了解了 所以这盘旗呢 飞骑是没有走尖 他是走了一个 他尖了这个 尖在这里 应该说也是看到白旗 如果肩在这的时候 怕他飞呀 这个下法 应该说下的还是很谨慎 应该说 对 是的 毕竟是世界的大赛的 这个决赛了 双方下的还是很谨慎 是的 这样呢之后呢 白旗是实战时挂过来了 挂这个 挂在这 这个时候倒是可以选择分头 这个倒是也是一个下法 如果这么下的话 我猜测黑旗是会逼这一表吧 逼这一表 然后他拆二 拆二 然后是不是飞呀 这样大概也是一盘对局 这样一来 如果说这里都已经实了的话 那我觉得这下还是损得挺大的 对 这个如果死掉的话 那这两个子的交换肯定是亏的 但这个地方应该是白旗 还有一些手段 还有一些味道 实战呢这个飘映迅是走得比较积极 虽然我们说他关子比较好 但是应该说这个 但是呢他这盘棋下的还是比较积极的 他是挂过来 接下来黑旗是二间高价 应该说这盘棋的开局还是比较正常 就我们现在经常看的很多对局中呢 都是那个Alpha Gold的下法是比较多的 但这盘棋应该说还是双方下的是 还是一些传统的下法 没有看到那个点三三是吧 对对对 现在下法很多只有直接点三三 直接点掉了 这个我们说这个都是比较传统的下法 这现在 当然挂脚呢也是 也是一个 现在看都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下法 是的 接下来白旗是反架 坐在这里 这应该是都比较正常 被其靠样 被其靠样 然后白旗直接点三三 这个旗形应该说是 几乎是都是直接点三三 我们一般是不选择这个斑 斑了它长一个吗 对 长的话 这个现在一般 如果再点三三的话 这两手交换就亏了 亏了它护下去 要不就得拖了 就是拖的话会比较多 实战的白旗呢 我们这个老的下法都是先点三三 这个应该是一个 这个五年前吧 也算是一个定式的下法 如果黑旗再挡下去的话 白旗也会再选择这个 再搬起来 实战呢 这个黑旗没有选择挡 它是直接 它护下来 护住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下法 对 白旗爬过来 这样的白旗搬和长交换就亏了 现在这般旗呢 等于是不用做这个交换 这白旗稍微有利一些 下沉这样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二间低加的时候 有可能是不是也会下沉这样 但是二间低加的话 白旗点三三 是不是黑旗有可能会打下去 对对对 黑旗会挡下去 那就不太一样了 对 如果下成这样的形状 应该是二间高加比二间低加 肯定是要强一些 因为低的话 这也有长 对 那相对来说 还是高的好一点 而且这边 一般加过来 肯定是那边有一些模样配合 对 实战呢 是下的双方 还是下的比较简明 对 然后下一步 还是下的比较有意思 还是想说的一个 这个夹击 这个夹击倒是比较 还是在这个职业棋手的比赛中 还是出现的比较多 但是比较有意思 因为出现最多的夹呢 是走在这里 实战呢 这个朴宁环是选择这个 走在这里 那走在这呢 主要是为了让白旗 一般来说白旗会跳出来 白旗得走 他不跳的话 是会被人家搬下去 不是人家从上面罩住你 他这个旗呢 走在这 如果白旗不走呢 黑旗马上就有搬下去 这样呢 白的要断 黑旗爬 这爬出来 这个好像有点挡不住 这样走 他一搬 一般正常情况下 白旗要冲出来 冲出来 现在黑旗一断 白旗这个两边 就比较难以兼顾了 所以这个旗呢 它是搬下来 是有这个 有手段的 坐在这里 当然我们说最常见 黑旗肯定是 走在这里是最常见的 逼在低位 逼在低位的话 这个白旗会坚顶一下 假如说也是这么像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想法 挑一个 下成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 这个实战呢 是这么下的 就是这样一个交换 就是谁便宜的问题 但是这番旗呢 明显看出来 这个朴丁环呢 是说这个肩和这个黑旗党呢 应该是这个白旗便宜了 他觉得还是这一下 不要让人家走着的好了 对对对 但以往啊 我们说老子下巴的时候 都会觉得这个白旗肩顶一下 是俗手 但是呢 现在这个朴丁环的思路呢 也是比较有意思 他告诉我们这个 这两下交换 有可能是白旗便宜了 所以说这个朴丁环呢 应该是我觉得 在韩国里头 起手 当然现在是排名第一位 对 另外一个 他有一个特点 我觉得他是非常用功的 那肯定 我觉得 应该是 在韩国起手里头 我认为是最用功的 一位起手了 所以才会取得那么好的成绩 对 以前我们说这个 就是比如说职业高手 尤其第一人啊 你比如说韩国的李昌浩啊 李世时 二李 包括曹英玄 我们一说 他们都是天才起手 对 但是我觉得好像 这个天才起手 形容调丁环 还是比较少的 好像没有人这样说他 是天才是吧 就是也不是没有人说他 就是这么 就是当然他能下到 第一人的位置啊 他肯定是一个天才 但是呢 好像大家就评价他的时候呢 很少用这两个字 对 一般大家的 还是感觉到 他还是属于一个 非常用功的一个起手 当然天才起手 也不是说他不用功 但是这个 小丁环的感觉呢 是会给大家一种 就是 非常用功的那种起手 所以呢 他既然这么觉得呢 我认为还是很有道理 我觉得他对 齐的理解 非常的深刻 从他的齐的就是 下的过程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说你看他 这个局部 下得特别简单 但是他对之后的一些变化 还有齐形 他显然是有深刻的理解的 对 就像这个齐 他没有走在底下 是因为他补掉了之后 这一代以后 假如说有接印 有可能会搬下去 那你即使不能搬 你单拖一个 他也有点难受 就是肯定有一些后续手段 是的 所以说他觉得 这一项没有走掉 是有他的道理的 好 我们继续看 飘映轩是下一步 走了一个小飞 他夹得很远 他发现没有 其实看这种 其实是不是想夹近一点 是 一般正常的感觉 是夹在这里 或甚至夹在这里 所以这地方 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个位置 另外一个就是 哪怕在这边守 一般会觉得 走个大飞脚 会觉得好一点 当然我们能看出来 这个朴永逊 我们一个说他关子好 那关子好的棋手 一般有一个 很重要的特点 就对实地非常敏感 对 是的 这个我们他小飞手脚 是明显是对脚地 是比较看重的 所以说这个小飞 倒是还是比较符合 这个朴永逊的棋风 对 现在看新卫小飞 都是忍不住地 要尖冲一下 这盘棋是 刚刚说这盘棋 是没有阿尔法狗的 这个开局的一些下法 但是紧接着这个 朴永逊的这部尖冲 应该是展现了这个 立马就有了 对对对 这其实呢是这样 就是说 新卫小飞这个结构呢 相对于这样的棋型 这样的棋型 我们从来都没见过尖冲 对那肯定的 这样的棋型呢 几乎就见到他 恨不得就尖冲他一下 现在 还是现在比较流行 只要这个小飞的 都是去尖冲一下 对 但是尖冲呢 他觉得好像 跟他交换一下 如果说走成这样的话 可能是限制了 他的速度 虽然说白旗的棋型 非常的厚重 但是你接下来 你比如说 你走在这儿 或者走在这儿 走在这儿的 你的速度已经受到限制了 就走到他这儿 如果走到这儿呢 他这一下 他可能觉得 他还是穿到了 反正怎么着呢 他都觉得走着一下 他总是好的 是 以往呢 会爬的人会偏多些 但爬呢 我想他大概 就会这么跳一个 对 现在这个情况下 对 他这样爬呢 他就是觉得 这两手交换 有可能便宜了 比直接拆在这儿强 因为这样以后呢 白旗再走呢 这个速度慢 不走呢 以后黑旗虎 还是一个好行 是 这盘旗呢 这个朴丁华呢 是走了个尖冲 对 朴隐逊下的特别坚实 他就贴起来 贴了一个 贴一个 贴一个 还是我觉得 是一部 比较 正常的一个下法 应该说是 堂堂正正 是 作为这个朴永逊呢 他应该是 比朴丁华 是大个几岁 他比他大八岁吧 他是八五年出生的 对对对 朴丁华是 九三年出生的 应该说 虽然这二朴呢 但是他们 也都是属于 这个姓朴 但是他们两个辈分 应该是 明显是朴永逊 大这个朴丁华一辈 这个朴永逊呢 他们之前呢 在韩国有一个 有个很有名的说法 有三个人叫做 牛独邦 牛独邦 因为他们三个人正好是 都是八五年出生的 都属牛 都属牛 主要是 应该是一个朴永逊 一个是崔泽翰 对 另外一个是袁胜珍 是 这三个棋手呢 应该说是 已经成名好多年 对 应该是 一直是韩国的 这个中间力量 没错 而且他们三个人 这棋呢 都是各有所长的 对对对 像朴永逊 他是擅长官子 崔泽翰呢 他比较擅长于栗战 另外 袁胜珍呢 他也算是 比较有特点 但是 他的特点呢 跟他们两个不太一样 我只能说 大家可能不清楚 他这个电子游戏 非常厉害 反正在韩国排名前三 所以说这个 应该说这三个人呢 应该是 一直是韩国的 这个中间的力量 没错 好像但是离第一人呢 又 又有点距离 对 但是和下面的棋手比呢 他又明 这三个人又明显比较强 对 所以说他们三个人呢 是应该说是 代表着韩国的 中间的力量 对 我只能说 这可能 这其实特别厉害的人呢 对技术得比较全面 不是说 特别擅长于某一方面才行 对对 我们继续看啊 现在黑心是 尖充完这个 又继续尖充 这个 朴宁环这番棋是 尖充上瘾了 但是马上又来了个尖充 然后 白棋先尖顶了一下 白棋尖顶了一下 尖顶应该还是能看出 这个朴宁逊的棋风 是对角地 实地是非常的敏感 这个棋呢 他还是想先把脚护住 这棋呢 是这样 我有实战下过 如果说这个直接贴呢 有点担心 黑棋会直接拖断 对 有这个样的下巴 对 就是拖断 有点难受一下的 因为这边呢 局部的形状呢 比较凝重 如果你只是吃它一个子呢 很容易被它便宜了 就觉得这一下 你就觉得很亏 你吃它一下 这人家尖顶 往自其在字多的地方贴了一个 对 这个应该是白的一个担心 对 这样呢 实际上呢 这个白棋呢 是尖顶 尖顶呢 当然是更注重实地 这样呢 如果黑棋现在压 是压不到的 一个压的话 它是不是火过去 一个是火 另外一个白的 就算搬这儿黑的 也不是白的爬这儿 黑的也是走不到这一项 所以这边呢 黑棋是没法抢到先手 所以说它这个肩顶呢 是有先手意味 所以黑棋呢 现在也是选择一个长 长呢 这样白的在顺势贴 这好处呢 就是说它这个肩顶之后呢 这个一个刚才把 拖断的这个变化 给防住住了 另外一个呢 它贴在这个形状的 这个地方 这个脚呢 现在我们 如果从这个 死活的角度来说 黑棋点脚是死期 是的 基本上脚已经守住了 是吧 就在外面 没有特别厚的情况下 跳这个 这个跳也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棋 如果长的话 这个棋型 棋友们要注意 这个地方白棋 是可以这么搭出来的 这个是一个 比较常见的一个形状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跳 实战白棋 是靠了一个 它马上就走掉了 它也没有 说先保留一下 或者是先去下点别的 什么的 这个棋型呢 倒是常见来说呢 就作为这样跳的形状 一般来说是 常见是 下马是弯 黑棋应该这盘就会打 介绍 它应该是怕黑棋 盖过来 是吧 这样白棋就肯定是 必死的要断上来了 对 这如果不能断的话 这个挖毡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这样 这样作战呢 就是形成 马上形成一个 一个比较激烈的战斗 比如再摆两手 黑棋现在尖一个 白棋也可以加一下 一起沾上 沾上 是吧 白棋再尖这个 这个作战呢 不能说黑棋作战一定有利 但是呢 这样呢 就不管怎么说 是黑棋把白棋 导向了一个作战的局面 对 我想啊 这盘棋呢 朴宁环的他的作战方针呢 还是希望跟这个 朴宁逊形成这个战斗 给他战一下 是吧 因为朴宁逊呢 他的棋空啊 实在是太鲜明了 就是关子特别好 然后呢 就是不太喜欢战斗 所以呢 作为他的对手呢 肯定是希望跟他发生 这个在续盘开始呢 就发生战斗 不让你吓到你如意的 这种擅长的局面 是的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 这么像呢 其实白棋也是 堂堂正正的作战啊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 这个朴宁逊呢 是没有选择这样的下法 他是选择破坏黑棋的骑形 他靠了一下 嗯 黑棋斑 瓦站 瓦站 也断上去是稍微差了一点 但是反过来这边黑棋的骑形 也稍微差了一点 各有千秋吧 嗯 这个应该说还是要看 利用这个对方的这个毛病 看能不能有所突破 这个白棋靠完了之后呢 这儿很明显有个扳断 但是你直接扳断呢 肯定人家会挡在外面 对对对 现在如果白棋扳这个的话 其我们要注意 它不是断在这 对 它是扳在这 它肯定扳在外面 你这直接冲出来 肯定没什么好的 就算能活也是亏了 而且就算能把这 假如说 我们说这个 即使能吃得掉 能吃掉 你也不会便宜 嗯 还不一定能吃得掉 这样你拐过来的话 它一连斑 这个骑形 你就算把黑的吃了 也不便宜 你想想你还怎么搬 还能怎样 所以说这时候搬呢 是不成立的 这时候呢 这个朴敏逊呢 这个也是走了一个 我们说苦心的一手 他是走在这里 他肯定得想办法进 就看往哪里进 就 续盘的时候 他挂了一个之后呢 这个紫一直 他也不动出来 我本来以为 他是不是考虑 比如说往这儿 飞出来之类的 他也不走了 然后他这会儿呢 他显然是看到 人家这儿有个班 所以想利用一下 比如说走一个之后呢 逼白旗 逼黑旗这样补一个 对 那他很高兴 然后在这边靠压之类的 这样他就好处理多了 他再靠了班一段 这个明显是 白旗的一个得意图 对 这很高兴 白旗 应该说他这步旗呢 也应该说是 他一个一石二鸟的下巴 假如说黑旗走在这里的话 那白旗搬这个 那就跟刚才不一样 对 再搬外面 他就可以 这样这时候 他可以连搬了 是的 这样他这个子呢 是起到了一个 比较好的作用 那么走了这个之后 黑旗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应对人家这个 这边要等着搬断你 这边要等着靠住你 看看黑旗是怎么硬的 我们给大家留点思考的时间吧 休息一下 一会儿见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 是第三届 Emily 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 决赛五番棋的第二局 由朴廷环制黑对阵朴永迅 刚才呢和周老师 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就是白旗刚刚在这儿打了一个 这边等着搬断 这边等着靠压 那看黑旗要如何应对 应该说这个时候黑旗呢 还是比较棘手的 但是呢我们看这个 朴廷环啊 毕竟是韩国的第一人 是的 他还是走得非常积极 这部旗坚 坚住 应该说只有了这一部坚呢 应该算是黑旗度过了一个难关吧 这个旗呢就是说 他又防止这个 又要防止白旗这个下方 对 那如果说他现在再搬一个呢 现在搬他黑的应该也是搬在外面 搬在外面 这样呢黑旗应该是我们看啊 打这样尝过来 假如说沾上吧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个旗形呢 应该说是黑旗会死 但是呢这个黑旗呢 这外面封的还是比较严实 比如说白旗啊 继续这么挑一个 它是要冲一下吧 我就吐一下吧 就吐一下算了 对 这个呢我就肯定是能 你不管走哪 我是肯定能收气 我大概接上了 你粘住已经吃掉我了 这样我就外面很厚 比如说外面我就再飞一个 这样你那个籽就无疾而终了 对 我只要是看着我跳一个 好像被你打下来 还吃得不太 不太好 总之呢黑的是 肯定这边就准备气子了 对 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这样呢我们能看出黑旗呢 这边封的是比较严实的 比刚才如果跳的话 那明显白旗还能再尝一下 要好得多 所以这个是黑旗的一个 一个一个气子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 白旗呢 这个朴永逊呢 他是没有决定吃掉这几个籽 他是寻求了一种更积极的变化 来起是选择斑 白旗一个在这 这个就是说 应该说是一种更积极的下巴 他不想轻易地去吃那几个籽 黑旗呢 当然也是 护猪 走得很强硬 连斑在这 应该看得出来 双方都是想弃子 争外面的这个事 是的 这个时候连斑呢 是吓得是非常的奔放 这手棋 应该说是 也是比较考验黑旗的 当然现在是 简单吃这个事 肯定是能把这个籽吃掉 如果说这样 这样 假如说就这么吃 这个被打进去 我觉得心情很不好 是是是 这个呢 是白旗的一个想法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朴宁环呢 实在也是下得非常的强硬 从这部间呢 就能看出这个朴宁环的性格 是非常的 非常的有韧劲 也是非常的 也是非常的 就是怎么说呢 都是以硬碰硬 对 是一个硬汉的性格 阵风相对的 它实战下路是走得斑 连斑 在这儿 这也是下得 也是非常强硬的 没错 应该说呢 它是 这边呢 不让白旗轻易的 这个 这个 转身 对 然后这边呢 我还是要让你 跟你正面作战 没错 它无论如何 要把你左右两边 先给它牢牢的分段 不是说吃一个子 我是要大吃 这边 如果说你肯这边 让我这样大吃 吃掉 空全尾上 那可以满意 够了 实战呢 这个朴永迅啊 也是吓得非常 是 有点 应该是看上去 是有点奇怪啊 正常是要接住 但接住 它被它尝出来 它不满意 实战呢 是又走到这里 这感觉 感觉上是白旗 有点 吓发 有点凌乱 对 怎么好像 这边还有个双轿吃呢 怎么又吓到右边去了 它还是寻求一种转身吧 是的 对 然后黑旗 吓了一个 但黑旗压根就不让你有转身的机会 如果说这么简单的 打吃 吓出去的话 那白旗就可能处理好了 对 这样白旗就算了 它让你提个的 对 应该看得出双方都是觉得这边不大 对 这是双方的一个 让给对方 都是觉得这边的 都是走到那边去 实际上黑旗长转 吓一个 白旗也长转 接下来黑旗吓得也是非常强硬 是把这个飞一下 应该说 朴婷怀呢 是并没有想跟白旗做一些妥协 应该是他这边也想要 那边也想要 这个时候应该是对这个白旗的压力 是比较大的 是必须得出一些手段了 这下子其实挺凶狠的 就是说要逼你这块旗啊 不活 然后又狠狠地攻击你 总体来说呢 是觉得白旗有些无理的那种嫌疑 对 按理说是 你看你刚才走了一个 然后又从这边靠出来 确实是有点奇怪一下的 他现在接了一个 又把这也接出来 这个 确实 我们刚才说朴永迅不善于作战 是一个官子型的选手 但是这盘棋有点 让大家觉得我们失言了 你看他这个都是硬碰硬啊 应该说朴婷怀的力量是在韩国是非常大的 但是朴永迅绝对 决定今天呢 也是要跟他正面作战 没错 黑旗爬过 就这样 爬过是先 一个是 本身呢 是把这个几个子连回来 另外一个爬过呢 还有破白旗眼的这个意味 对 是的 本身也带着木 然后度过 还是比较正确的一手棋 非常巨大 这些步棋 黑旗实在是火 这样黑旗跳 这个跳也很 也是一个好心 白旗立下来 怎么看着这四个子 好像就放在那儿 就不要它了 老说 太大了 好像被吃了 这感觉 对 总体来说应该是觉得 如果黑旗能把这四个子吃掉的话 应该是黑旗还是比较满意的 是 因为白旗没有道理 就是你走了几个子 死掉 起得什么便宜 没有看出来 另外一个呢 黑旗这个点之后呢 这边也是把这个 这个漏点给补住了 对 总体来说 应该是黑旗显得 更主动一些 我是觉得可能 我的招法比较普通一点 我就觉得刚才如果说不靠 直接就把这个 简单的飞出来 难道这样就不能下吗 那样就是 很普通 对 就比较普通的下法 应该两位这个 世界冠军吧 应该是想 走得更精彩一些 觉得不够出彩 是吧 因为一开始挂的这个子 如果说让它这么无疾而终 或者说被人家照一个 就照死了 实在是心有不甘 所以还是想把它跑出来 但是现在看白旗的招法呢 似乎有点左右 就来不及顾上了都已经 是 你继续看 黑旗是走得非常坚实 走得就坚 然后白旗跳出来 这个跳是没有办法 这个如果再被黑旗 这么照过来的话 那是连这边 很危险 这生死不明了 这个跳出来 是一个当务之急 黑旗虎了一下 把自己的断点护住 现在因为这边 白旗已经跳出去了 那如果说再被切断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整块黑旗都没活 最主要这盘旗啊 黑旗这个地方 白旗是可以断的 这个籽 我们觉得好像引到增的 但是其实好像是没有引到 这样白旗打的是可以跑出来 如果说这个地方 是没有断点的话 黑旗如果把这个围住的话 应该是也是比较可观的 确实 这样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如果这边没什么关系的话 这个黑旗这块空位非常大 应该说是白旗是难以承受 当然现在如果走这的话 白旗这个断 应该是黑旗比较怕的 一个弱点 如果是特别极端的棋手的话 会不会这样下 这在下 这么下 那就是 如果这边都死的话 应该是得不偿失的 当然这手棋 确实是比较 比较诱人的 实际上呢 这个飘亭欢 还是下得比较稳健 火一个 那么白旗这边 肯定是要穿 你直接活的话 他还没把握了 我觉得 就是如果你要是拐的话 那就是决一死账 这样黑旗肯定是要吃到 这非得要吃到外面 是的 白旗应该是没有这个信心 所以是走在这里 穿了一下 黑旗跳下来 跳一个 倒下来 冲一个 这个阵也是非常积极 不是单纯的是 这个唯控了 然后白旗是实际是拖 这个黑旗这个非正呢 把它左右两块 已经联络都切断了 待会如果甚至 你往那边连呢 我准备可以好好 供一供这块 对 不是说要吃你吧 起码我先 可以把你罩进去之类的 对 因为另外一个 它这边确实也 没有什么起可下了 这边 这边它没有什么 好的选点了 所以这个 度也度不过是吧 所以以公为首 来起实际拖 他想先便宜它一下 这样的棋 一般来说 都是要反击的 挖一个 挖了一个 大吃 这个地方应该说是 朴宁环是下得非常的 果断吧 也是下得非常强硬 他没有说是 把这几个子 简单吃掉就满意了 他是要走 走的是最狠的下法 大吃 提掉 打这个 这个时候呢 黑漆也是 没有简单的取向 它是扳下来了 对 这个就是 应该说 扳下来之后呢 能看出来 黑漆当初 走在这里的深意 这个时候 如果白漆正常下法 是应该断的 断一个 然后黑漆爬 扳一下 扳 走 正常应该是 长吧 长也 然后这样 黑漆应该是要断一下 拐下去 可以扳一下 挡住 这样呢 黑漆再一扣 他不是说 要救火这几个刀 他是利用这边的 白的这个 子力的那个气景 然后寻求这个 寻求吃这一款 他如果说 这里能先手走着两下 再把这个鞋 沾上 就死多了 反过来 白漆这个鞋也是 削不掉的 你这边 就是本身 这黑漆这边 也是有劫材的 对 你提一个 也还是 还得接着它呢 还被怎么样 所以这边 如果下了下了 就把鞋 就完全是 腾不开手了 对 所以这个棋呢 现在这个班呢 实际是非常好 应该说是 这个地方 应该能看出来 这个朴宁环 对这个局部 还是研究的 非常深的 没错 这个时候呢 这个朴允逊呢 一看是 不敢贸然地 在这边动手 他实际是选择了棋 他不敢硬 当然黑棋 这两手棋 那是 确实是 价值连成 这收获太巨大了 看起来 应该说 下到这个时候 应该是黑棋 是顺风满帆 对 白棋呢 应该是 总体来说 效果 这个开局的 这些下法 效果不是太好 应该说 黑棋呢 现在是取得了主动 没错 现在白棋搬下来了 白棋打了一下 打了一下先 打了一下 他是想利用这个结 对 先赚一点便宜 那已经亏了 好多好多木了 所以这边呢 势必要 把这个黑棋的木破一破 然后最好是把结能打赢 对 如果不打赢 这个结就等于没有收获了 是啊 他搬下来了 黑棋断了 这时候呢 黑棋是选择了一个 非常简明的下法 对 弃掉四个字 然后抢的先手 因为这个时候呢 正打着结 这边的情况不一样 如果说前面没有打结的时候 这样搬下来的话 我想黑棋肯定不会这么硬 黑棋可以坚固 对 黑棋肯定不会这么硬 对 他现在等于黑棋呢 是为了抢先打这个结 把这个结走 消掉 然后他把这个沾上 应该说这样呢 黑棋是比较简明的一个下法 当然损失呢 是把这四个字给弃掉了 当然我们说黑棋这个地方呢 是走了一个两手棋 是价值连城 对 应该整个作战的 应该说还是在黑棋的 这个掌控当中 对 应该说这个作战 整体来说 如果算一下账的话 应该还是黑棋便宜了 对 我觉得确实 朴婷幻非常的强悍 因为完全体现了 他的实力 这一代的定型 以及打结的这个手法 对 从这个搬开始 这一系列的就搬下来 然后简单定型 把这个结一张 我觉得保持局面的领先 非常清晰 他的思路非常清楚 然后自己要下成什么样 他也很清楚 然后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这个局面 这个非常的厉害 确实 接下来白鞋这块 其实很难处理 如果说自己 只是这样单纯的逃跑的话 觉得很无聊 说实在 这个如果肩的话 被黑鞋一压 这起情实在是太难 太难看了 可以这么说 而且接下来能不能跑得掉 还不知道的 就被人家再飞过来 就算能跑掉也不行 应该说下一步 还是非常有功力的一手棋 这个地方 因为白鞋本身 这地方有一个打断 当然打断之后 黑鞋有个扑吃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地方 黑鞋是有个断点的 所以下一步 这个白鞋是走了一个手筋 是靠 靠一个 还是下得非常漂亮的 这步棋 是让白鞋 至少这个几个子 脱离了这个险境 黑鞋也是没有办法 折冲 断一个 打吃 这样呢 虽然说留下了一个尾巴 但是呢 白鞋的头呢 明显是要好很多 然后靠了一个 好歹是把头啊 出到这面去了 对对对 刚才如果说 没这一下靠的话 他的头 睁不到这一面 对 刚才我们可以说 已经被完全封在里头了 现在唯一就是 白鞋虽然头 就是稍微差点 这地方是欠了一个 给黑鞋牵了一个尾巴吃 但是从拳击的角度来说 从大局的方向来说 白鞋应该这么下 是下得还是非常漂亮的 是的 现在双方呢 就在睁这个头了 对 这时候呢 黑鞋下得非常强硬 就搬过来 这个连搬呢 是非常的强硬 然后呢 也能看出黑鞋 不知道 这个应该说是 意高人胆大 这个我们当时说 这个尖冲 没看出什么用途 但是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 就看出这个 黑鞋这个尖冲的意图来了 这个正常呢 这时候白鞋应该长 然后它就压过来 黑鞋可以压过来 如果没有这个呢 没有这两手鞋交换呢 黑鞋就直接就搬过来了 但是现在呢 因为有了这个尖冲之后呢 这个你搬的时候 黑鞋可以顺着搬 这个明显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现在看着位置刚刚好 是吧 对对对 我们看高手的鞋 为什么总是一开始 莫名其妙 可能交换了一下 然后后来就发现 有很大的作用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应该说是 我们最开始啊 没看出这个尖冲的用意 但现在呢 能看着 当然呢 我想下尖冲的时候 这个朴宁华呢 也未必是算到这么远 那肯定不会 实际呢 这个朴永逊呢 也是反映了他这个 酷爱实地的这个棋风 实际上先把这个打回来 打了 起掉 然后粘上了 对 它这个走完了之后呢 这有个段打了 贴过来 对对对 所以呢 这个白鞋 黑鞋是 当然我很想拍上去 但是很怕人 打完了一贴 把我贴死了 那这气急 是的 所以说它只有粘上 粘上 粘上 这个时候白鞋 好像依然挺困难的 这块鞋 还是面临怎么处理的问题 对 当然白鞋 唯一的好处是 把这个实际 先把木转到 这大概应该救回来 十四木齐左右 所以说他还是 对于这个 朴永迅 喜欢实际的棋手来说 还是有所得 然后我们看 他先立了一下 先立了一下 这个非常细腻 走得很细 对 现在黑鞋 应该是会挡这边 会挡 因为你挡那边 这个有活起 他肯定要把这个脚给吃掉 对 有个拐完之后 这有个段 所以呢 你先留 人家虽然说 现在不一定敢活 但是一划如果活出来的话 木还是很大 对 所以他肯定是挡这边 挡这个 这个摆得稍微便宜一点 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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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到这里 走的是非常强硬 对 可以看出来 是的 白鞋呢 依然不敢乱动 它是打了上面 保持这块鞋的眼位问题 因为你被人家 尝到这儿的话 你的眼会受伤很多 对 因为这边下面 是没有眼的 上面这个地方 还有要防一下这个断点 所以这个地方 白鞋是不敢乱使劲的 炒 实际上是白鞋呢 是还是 立了一下 想便宜一下 这时候黑鞋也下得非常强硬 是粘在这儿 它呢是 你应该说正常的 白鞋应该是把这籽弃掉 但是现在白鞋还想便宜一下呢 黑鞋也是 让你连木都损在里头 应该说是这个 这盘棋的这个朴宁和环 是下得真的是针锋相对 对 拆出来 拐一个 他把这个虎了一个 这个虎也是非常机敏 因为虎完了之后 这个拐就拐不回去了 拐一个的话 除了连斑以外 有两种吃法 可以跳一个吃 也可以斑一个吃 怎么都把你吃了 这虎一个也是鲜手 不走 它是把黑鞋可以断在这儿 没错 然后黑鞋是再压过来 应该说是 这个地方 总体来说 白鞋是显得有点俊破 对 白鞋如果说 自己一个人尝了 你活是应该没问题 但是特别难受 比如说走一个吧 反正我也不怎么压迫你了 还得回补一个 还得回补一下 是 然后回补一下 好歹算是活了 但是这边还轮到黑鞋动手 我觉得白鞋不可能够了 这鞋 对 所以白鞋先把这个头一定要先尝出来 先尝出来再说吧 然后黑鞋是扳了一下 接上 接上 这样呢 这个鞋呢 就是白鞋呢 眼位 如果什么时候被黑鞋沾上的 这个地方是白鞋一只眼都没有 当然黑鞋呢 现在也是这个地方 也是有一些 没活的这个地方 所以黑鞋呢 这时候 也要先把自己做活了 才能威胁白鞋 实战 黑鞋是尖了一个 对 这步鞋走得也是非常尖 那个强硬 这般鞋 我的感觉就是 朴婷环是下得非常的强硬 普通的是压 压了他觉得被人家藏在这儿 他还不满意 我觉得就跳一个 其实也可以 就连回去应该没有问题 自己是能连上 但是他不满意 他觉得被人家冲完了 断了之后 他还得回补一下 他不舒服 所以他走的是这里 他肩一个好鞋 肩一个 他是希望你走下面 我再走 当然白鞋只有反击 当然黑鞋呢 也是有手段 他是可以飞下来 挡住 挡住 然后贴回来 他把这两个鞋筋给吃通了 对 这样的就是双方 达成了一个妥协了 很难得 这盘棋还是有妥协的地方 而且断 打吃 吃这里 对 他还不肯接上 接上被人家唬出去 或者唬 反正就是 因为这个地方 你接上之后 这个地方还是没有活 所以说很痛苦 所以干脆 那就是把这个 连根接回来 打吃 提掉 然后冲一下 冲了一下 接住 提 白鞋呢 没什么劫财 如果另外一个 黑鞋这袜吃也是劫财 黑鞋还有劫财 对 你如果冲的也没有什么用 这黑鞋这还有劫财 所以白鞋呢 实际上就是退让了 算了 提掉 提掉 白鞋打吃 白鞋打吃 这样的就是 黑鞋呢 把这个劫财打赢了 但是白鞋呢 应该说这个鞋是有牵手 也是双方算是 和平解决了 黑鞋藏了 藏了一个 藏一个是延弃 西部帕这边有问题 这也是黑鞋的权利 这下的已经很谨慎了 他藏完了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加了 下住 下住就是收关了 白鞋可以提一下 把黑鞋站住 这样的我们看出 这黑鞋这个鞋是牵手 这样黑鞋 这白鞋是搬不出来的 这样的就是形成一个 收关的局面了 对 是的 这个还是回到收关 这条路上了 看看这个朴永迅 他这个后半盘 强大的这个特点 能不能发挥得出来 但是现在看起来 好像黑鞋领先优势 还是挺大 这个块 这个要偏太大 那个脚也很大 是的 他下了这个小飞 小飞 接下来黑鞋是拖一个 下的 这也是下的非常漂亮 这两手鞋 这脚弹先试它一下 不是为了要把这个脚活了 只是为了走到一些便宜 收点木 然后把这个地方定定型 断档 这一团 这一团之后 这个白鞋这块 我们要一直注意 这块鞋是一直是没有活的 这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局面 是的 当然了 现在白鞋 这个斑毡是鲜手 它是可以度过的 但是就是木是 被黑鞋 好像少了一圈了 对对对 这样的白鞋下部 这个喉也是一个手筋 这样是正好利用这个硬 这个一路的这个硬头 然后回去了 接下来黑鞋是飞下来了 连上了 但是这个地方的木 刚才我们看到的黑鞋 就白鞋新卫小飞之后 贴起来的木 好像我觉得比那会儿要少多了 对对对 应该说是黑鞋呢 这地方多了一个虎 然后这地方也是把这个鞋手团着了 应该是黑鞋的 这地方应该是 还是走出了效果 对 待会儿呢 待会儿这个结呢 反正也不想着打赢它了 待会儿就鞋手挤一下算了吧 对 应该是看成挤和粘角换 对 按理说是这样子的 实战白鞋是 拆了个二 那么黑鞋呢 也下得非常稳健 它就靠 然后连扳 连扳了之后呢 这上面白鞋这一带 本来有些先手 比如说这点之类的 现在点也没有了 对 这个就是黑鞋受关了 因为黑鞋这个棋是先手 对 这样呢 就是进行了这个 就是黑鞋觉得已经是大势已定了 走的是非常简明 白鞋现在打出来也没有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 黑鞋呢 是做博士完全没问题 应该还能围出十几木席 没错 是 对 这样一来呢 这些朴永迅就没有再继续了 这盘棋 下到这一手呢 就是最后一手了 直白的朴永迅呢 就中盘认输了 这样一来呢 是0比2落后于朴婷华 对 这盘棋呢 应该说 体现了朴婷华的强大的实力 我觉得 整盘棋都发挥得非常出色 是完胜的局面 好 那我们今天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